大家看到前面了吗 那个红色蓝色标志的那个 就是这家超市 我们先来过一下马路 这个超市呢叫立的楼 我们今天来这区过一下 就是这家超市 你看进行处处的人超级多 然后都带着这种小推车 还要加一个袋子 都带不下的这种 就这家超市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装占吧 这个皮子好便宜呀 才1.99呢 没见过这么便宜的 买一个 还有一个好一点的 太划算了这个 这个吧 然后这是红酒 大家要看看红酒价格多少钱吧 3块钱 这还有一块多钱的 1.99的红酒 这就是这个超市的价格超划算吧 但是可能啊 这个酒确实质量不是很好的这种 你看 是不是价格基本上都是几欧的 几欧的酒 基本上 这是一些必要的产品 就是有机的产品 什么蜂蜜呀 然后酱啦 然后这个蛮好喝的 是一个那个 相当于豆浆的一个样子的 就和我们喝的口味很像 就蛮好喝的 还是有机的 看一看这面是啥 这边就是面包区 这个蛋盘 0.45一个 那种小面包也超划算 真的 你没有见过这么划算 你家店 然后你看上面那个小面包 就是有这个芝麻粒的 才0.25一个 下面的法棍 你看这边法棍 才6毛9一个 好划算 看看这边有什么 这些些黄油 是不是价格也超便宜 就大部分都是一块多的 这些西班牙火腿 就是那种生火腿可以吃的 也很便宜吧 这个是 冲三文蚁打折 今天 搜梦虚昧 拿一个拿一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才是吧 这个是 搜梦虚昧 这小花花贼棒 拿一把 拿一把 一块钱的小花花 这个是3块99的 因为它上面写的是 那个 就是多种颜色的 所以这个 这个应该就是 便宜一点的 你看都被别人拿完了 只有黄色的 那就拿个黄色的吧 哇 这个吧 就这个还不错 不过这个价格 我已经很知足了 一边超市 绝对没有这样的价格 这个 这个 这个有一个葱 它是必要的 你知道吗 然后它是 就是给你可以自己种的葱 但是我们每次都养不活 你知道吗 每次都是只把这节吃完之后 它再也养不出了 那种 但是很好的 它是有机的葱 一块一毛九 也不错 拿一个 最后一盒 最后一盒的草莓一块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Seed 这瓶Seed 只要一块六九 拿一瓶 这个不能不拿 我们今天有小推车 所以可以随便买 我们现在终于已经到家了 从超市回来了 然后我们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账单 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买了点什么 然后它的价格是什么 然后这就是大部分的东西 已经满满当当了 我们家厨房比较小 现在已经有点放不下了 我就给大家简单来说一下 然后呢 第一个呢 它是一个橙汁 也就是这个橙汁 然后是一块四毛七 是不是蛮划算的 就这么大一瓶哦 就才鲜榨的橙汁 也就一块多 然后这瓶酒呢 苹果酒也超便宜的 然后它是一块六九 就是在法国买一瓶酒 就是这么的便宜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葱 比奥的小葱 它是那种 就是相当于就是花盆似的 你可以养着它 然后吃的时候呢 就剪一点 我们每次都觉得很好玩 就会买回来 但是呢 又发现养不活 你知道吗 然后这就是有一个小花花 超市里的小花花 就是想这一把了 这个是一块九九 然后呢 这个是苹果 苹果是我蛮喜欢吃的 这个苹果呢 是我蛮喜欢吃的 它叫Pink Lady 然后我觉得它这个品种 还算 还可以就是和那个 国内红富士的口感是一样的 然后买了点草莓 这个草莓呢 是两块九九的价格 然后这个 嗯 这个葡萄呢 我看一下 这个葡萄的价格是 一块七毛一 一块七毛一 然后还有一个 松梦菲妹 这个还打折 应该是两块多钱 然后这个 有一个华夫饼 这个是0.9欧 就是九毛钱 然后我们还买了一盒 新鲜的三文鱼 这个三文鱼呢 是所有产品里面最贵的 就是五块多钱的 大家看到吗 有一个五块三五的 这个就是两块 松梦 然后其余的差不多价格 就都是在一块多两块之间 然后它这家超市呢 就经常还会遇到一些 一些打折啊 促销啊 或者买一送一啊 或者是那种 买一件第二件打六折这样子 所以就超划算 它经常会有些办活动 如果你上午没去 下午去了 就很有可能东西就都没了 像我今天的草莓就是最后一盒 就反正他们家的产品 真的都蛮划算的 我们每次都可以去收获 特别多东西 那今天就到这里咯 拜拜